9号是国庆廉假的第一天 从凌晨4点半左右 苏花改苏澳入口就涌现了车潮 而警方也在各区的重要路段 包括崇德 惠德 油气区 太鲁阁口 九曲洞 慈母桥 加强规划交通港哨来苏岛交通 双十连续假日的首日早上 苏花改公路就陆续由台九线涌进车流 警方也在各个重要路口设立港哨书解交通 根据这次统计 本次国庆廉假的假期 这个花莲地区的定房率高达九成 因此我们也预估在这次车流量的部分 将可能高达每天一万九千辆次 也在预估今天大概十点以后 将陆续的涌现车潮 在此新陈分局也比照 这个秋节廉价这个成功的交通疏导模式 在我们辖区的一些重要的路段 以及台八线现在最重要的风景区 这个太鲁阁沿线如燕子口 以及白羊步道还有河欢山等风景区 加强这个规划交通港哨 那加强这个交通疏导以为这个道路的顺畅 所在的位置是台十一线天空步道的园区路口 那请北上的用路人只可以直接右转禁止远区 南下的用路人请不要在远区路口 左转避免发生车祸 甚至影响正常的车流 请驾驶人继续往南行驶 五百到八百公尺左右在路幅较宽 没有禁止回转的路段 再回转北上进入远区 这样子相对比较安全 而在新天堂乐园193县南宾路段拓宽工程 从南海四街到花莲大桥长约2.66公里 呼吁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 南海四街到花莲大桥长约2.66公里 请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务必结束慢行 远加期间车流会有拥塞或回堵情况 请庸人务必遵守现场远景的疏导管制 由于这个路段在廉价期间 道路交通可能产生拥塞以及回堵的状况 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现场远景的疏导管制 共同维持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叙斯 scen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